第13題,附圖為某物體所受外力與摩擦力之關係圖,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? 我們看到這一段是所謂的近摩擦力,而這一段是所謂的動摩擦力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近摩擦力沒有一定大於動摩擦力,是所謂的最大近摩擦力一定會大於動摩擦力,所以選項諸是錯的 推力5克重的時候,對過來東西並沒有開始運動,它並沒有超過最大近摩擦力10克10,所以它不會動 所以A選項說,外力5公斤重的時候處於運動狀態也是錯的 那麼要推動至少要等於我們的最大近摩擦力,就是10公斤重 所以B說預食物體推動至少虛擬於8公斤外力也是錯的 那麼推動15的時候,就是所謂的超過最大近摩擦,動最開始動 所以就是所謂的動摩擦力,那麼從圖上可以看出來,我們的動摩擦力就是7 所以C選項說,是一個15公斤外力,它的摩擦力為7公斤重是對的 所以第13章,因為我們說下列何者正確,我們答案選擇的是C 若對物體C15公斤重的外力,則其物體所說的摩擦力為7公斤重 就請稍後把主要打到,請問她啊